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中氣層 中氣層就是從我們剛才講的平流層頂 大概50公里到大概80公里的地方 它又回到它沒有任何其他的特別的狀況 所以它又回到了高度越高,溫度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3度C 這件事情從來沒有人考過 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用管它,不用背它 你們只要知道它降溫的降的比對流層來的慢就可以了 可是最後那一句是要背的 中氣層頂是大氣層最低溫所在 降降降到零下90幾度 那個是大氣的最低溫所在 你不用去背每上升一公里下降3度C 但是你要背什麼地方是大氣的最低溫所在 拿中氣層頂 中氣層頂,中氣層最上面是大氣層的最低溫所在 這件事你要知道 接下來叫做增溫層 增溫層以前叫做熱氣層 但是呢現在不爽叫它熱氣層 所以改叫它增溫層 因為它高度越高溫度越高 它剛才講過的沒有 國中層頂是沒有一定的界限 這裡的重點就在空氣非常稀薄 所以剛剛宣版有特別說 人造衛星要在此飛行 李化老師教過做圓周運動需要什麼玩意兒 向心力 向心力不夠就飛走了對不對 所以它就把它拉下來了 那這要跟速度有關係 速度越快 所需要向心力就會越大 人造衛星在裡飛 遇到空氣有阻力 速度如果變慢 需要向心力就變小 可是引力還是一樣的 但把它拉下來了 所以人造衛星最後一定會 掉下來 最後一定會掉下來 最後一定會掉下來 那為了要減少空氣阻力的影響 就飛在這邊 因為這裡空氣非常稀薄 所以基本上就不太會有這個影響 好 這裡有電離作用 它這裡剛剛講過有宇宙射線 它吸收了宇宙射線 然後呢 打下來把它的電子打掉 它變成帶電的粒子叫電離層 最早的電離層就是在這裡發現 但現在呢 中氣層的上面也有些電離層的存在 最早就在這裡發現電離層 這個電離層呢 會有電 因為帶電嘛 有電磁波的一些作用影響 所以它對長程通訊呢 會有幫助反射電訊 或者干擾電訊 以後如果有人做火腿族的啊 就拿這種無線電CQCQ 呼叫全世界那種 就跟它有關係 會把人無線電波送到別的地方去 有人說 然後那個誰發明無線電的時候 你再問他說 他說可不可以做那個跨越地平線的通訊 他說那必須要天上有個反射性 他要反射過來 發明上帝做好了 就他 對啊 對啊 我們可以跨越地平線 OK 它是會幫助或者干擾無線電的通訊 電離層 這也看看就好了 這國中也不焦 好 這裡的溫度跟太陽黑子有關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太陽黑子的樹木 就跟太陽表面的活動有關對不對 黑子樹木多 代表太陽活動比較劇烈 就往外噴出越多有的 沒有的 這裡就會吸收更多有的 沒有的 溫度就會變高 所以上下可以差幾千度 它最主要是因為太陽黑子 所以它的溫度變化跟太陽黑子的樹木有關係 有關係 好 剛才說 不爽叫它 熱氣沉 為什麼 因為有個奇怪的話叫做 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這什麼屁話 什麼這什麼屁話 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這是什麼樣的奇怪的話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奇怪的話 我們比方 現在冬天寒流來了 好冷好冷 有一個人拿一個熱蒸氣噴出來 往你臉上噴 那個蒸氣沒有噴到你臉上之前 你熱才是冷 冷 冷對吧 那熱到你才會熱對不對 這裡空氣非常稀薄 你在這邊站了半天 也不會打到你身上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熱 不會 如果你在那邊活著的話 你就被冷死 你被凍死 它很冷 那個蒸氣 那個東西 所以通氣太稀薄 不會有那個熱蒸氣打到你的臉上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熱 你覺得吃在那時候冷 物理上的溫度指的是平均動能 咻咻咻咻咻咻 每個分子都被激發的咻咻咻咻咻咻 跑得非常的快 所以平均動能非常的高 叫做溫度很高 可是站了半天 也不會有熱蒸氣打到你的臉上 所以就說很冷 所以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這個翻成一個比較文言文的國語叫做 單位體積熱含量很少 框一個框框 裡面有個熱非常的少 為什麼 回到那裡去 因為空氣十分稀薄 所以增溫層的重點就是 它空氣十分的稀薄 因為空氣十分的稀薄 所以人造微星在此飛行 因為空氣十分的稀薄 所以單位體積熱含量很少 所以老師才能講一句怪怪的話 它叫做溫度很高 可是很冷 因為它很冷 所以不爽叫它熱氣層 因為它一點都不熱 就叫它增溫層 增溫層 高度越高 溫度會越高 溫度會越高 就是越高 就是意思 OK 下文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